就是在车子上面打我嘛 我被打 我难道我就乖乖被打 我也会反击啊 我就用我指甲啊 长期用这些什么 我很脏 我是贱女人 什么万人上这些 言语霸凌我 有时候也会 就是喝口水 然后吐在我的脸上 我也都会一直忍 就是我有用真心 然后他也用真心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到底做出什么事情 他要这样子对我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我家回了 我苦苦串钱 我自己也在那边租房子 我要去跟衣衫拿安眠药 才有办法说 我根本没办法说 我一闭眼就是 就是会想到自己 为张脸去养衣身上 一人林潜又14号在自己的IG上 透露被他的排击店附伤男友家暴 甚至还控诉对方 把他的爱马仕包包给偷走 那警方调查之后 在今天中午呢 是通知这名赖姓男子 到案内看当时的状况 那怎么回事 好像通手 穿穿穿穿穿 加油 有 他把他反正打不快 他跑了什么看法吗 是不是也被打 那些身长人有要道歉吗 有要道歉吗 有什么委屈 是不是也很委屈呢 他谁反打你 你觉得是谁打谁 旁白跟报告 林潜又自曝 看申请客拿安眠药 寄宿男友不爽就吐水在他脸上 是好久不见的林潜又 都起一盘小生意 代购转卖二手包 去年8月被40岁台积电工艺商 赖姓男友家暴到住院 只因为听到有人说他包包换包包 他今年又涉嫌闯入林潜又的家 一卡行李箱 带走他的14个爱马仕包 女方已报警处理 那警方调查之后呢 在今天中午是通知赖姓男子到案 但你看当时的状况 黛先生要动手 黛先生打人有要道歉吗 有要道歉吗 有什么委屈 是不是也很委屈呢 他是来反打你 你觉得是谁打死 赖男的委屈先请另一场口水战 他的郭姓好友提供一张照片 证明赖男也伤得不轻 女方澄清我不用反击乖乖被你打吗 林千佑说赖男开刀的时候 如果没有他再照顾 可能就心肌梗塞走了 郭男转贴打脸 赖先生心导管手术是约好的 又骂林千佑小三害人离婚破坏人家家庭 林千佑站回去说 郭男追不到他就一直骂他 赖先生的婚姻早就有问题 今天没有我也会有别人 很好啊 很好 我很喜欢女孩的黑 这林千佑桃花旺不是盖的 2015年健身教练高婷宇 2016年主持人纳斗 光是这一年分手后就 一束桃花前多红 朵朵带向五春风 桃花伴着春风风 歌颂歌曲与丛容 他不止在景点 就连在饭店的户外区域拍照 也都没有戴上口罩 现在因为疫情期间外出拍照 没戴口罩再登媒体版面 林千佑回复记者查证 那是旧的影片并不是前几天拍的 林千佑也是台湾新闻常客 你常会觉得 林千佑 我现在在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画画 林千佑三年前淡出荧光幕后 跟朋友合开画室的他 转职到咖啡厅教画画 但没想到现在却被网友控诉 林千佑开的画画课程作品 也是复制国外网站的图 不管画蓝色小熊 构图颜色都一样 或是这张大象轮廓也很像 甚至这个凤梨 右下方的放大图示都没有砍掉 就直接放在网页上招生 当然也不能忘记 他一战成名的真奶风波 买个手摇引起了纠纷 就批你022k都不到服务还这么差 在社群平台高级富有光鲜亮丽 没想到私下的日子过得不是那么顺心 三立娱乐新闻谴责暴力报道 好